上我们的我们叫做第九州的公民州 公民养成素养州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 今天我们的今天要上的这堂课程是 各位有看到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二十一年施法办法制度 书记得来对社会公民的体制 我想是应该这个主题来讲 这个主题应该跟法律有关系 就像我们常常在意识台 看到你有没有什么 遇到什么共同法官之类之类的 你的权益是不是受到伤害 我想我们也尤其很欢迎的 今天我们有游 我想游律师游老师 来帮我们上这堂课 那因为游老师的经历很丰富 我想就留给他本身来自我介绍 没错我们到处有书了 好 谢谢热烈的掌声欢迎 我们的游老师 在座的各位里面 那就是秋若沈岸的志工 那秋若沈岸的志工培训跟这堂课 设大与游老师的在一起 那我在这个地方先帮联络的志工 各位先解释一下 我们在讲书建何案 可是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不是书建何案 那听说是因为不挂书建何案的名字 不过我们社大有两位小姐 也是游小姐也是林小姐 他们都很关心那个社会新闻 他们都知道苏建何 苏建何案 那其中有一位小姐她可能 对于苏建何是不是无罪这件事情 她有一些想法 那或许也可以麻烦 有律师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苏建何案的部分 好 那等下我们看课程的进行 就比较自由一点 那我今天 但是我想继续诚实的语言 才是比较想好 就是说我待会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讲一个跟苏建何案很类似 然后也非常需要社会大众国外型的案 比较秋和春案 那 在我讲秋和春案之前 因为我们的题目是苏建何案 所以我还是会先讲苏建何案 我本身是苏建何案 苏建何案 每三个共同的被告之一 装进去的电路的人 所以我对这段案子的案情 算加上很清楚 所以如果各位对这个案子 有什么疑问的话 都可以问我 那我想我们课程继续的比较次元一点 小慧就直接问 讲会比较快一点 请问哪一位想多两点一下苏建何案 我可以先帮那个一位小姐问吗 她是觉得说苏建何案子真的是被冤枉了吗 她真的是无罪的吗 嗯 嗯 省了那么多年 嗯 好 省了那么多年 啊 说实在的啊 你们在座各位 我相信没有人曾经在案发当时哦 就在那个晚上啊 吴明和夫妇俩被杀害的时候在场 对不对 没有人知道吗 没有人在场 所以包括我在那里没有人都知道 说到底当晚在场杀人的那些人 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黄文笑在一个现场 黄文笑就是唯一一个 因为留下的一枚指纹在现场 因此能够被被抓到的那个人 那他自己被抓到之后 因为指纹业是他的指纹 所以警方去去寻线找到陆战队 当然的陆战队就找到了他 然后问他 他就承认了 他就承认了 所以 呃 苏建 王文笑是我们唯一能够确定 当天晚上在韩巴现场 那些动手行雄的人 这是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事情 除此之外是天知道的 那因为只有天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对于他们三个道理有办案 我觉得从一个请教谦卑的心态来讲 我们讲说我们穷尽我们的智慧 只能够断定做 只能过去判断说 到底是做的人的心比较大 还是没有做的人的心比较大 看待妈妈的判决也只能过去判断 因为妈妈可能会弄错 妈妈也可能会弄错 所以 你要问说 这三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无罪 那要看你从哪一个层面上去讲 真正在那一天没有在床房 只有上天知道 那我三个人知道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为了说 从证据层面上来看 从人类的理性的角度去看 这三个人到底在不在场 我认为这三个人不在场的几率是90%以上 90%以上不在场 当然不能够起诉这三个人 而且一路看这三个人有罪的原因 只有这三个人在警察区里面 从 苏建合对照 苏建合在中午的警局 然后中年一群跟牛银羊在晚上 被带到一些这几率里面去 达到隔天早上的凌晨 就在你们被加工的一晚上 就做了赤白 赤白是什么可以说 不是告白啊 是赤白 赤白是一个马力术语啦 赤白在马力术语上面意思是说 我承认我自己犯罪 所以用英文讲的conversion 最后他三分进群自白 再加一根正群自白 现在在警察告别人所做的那根自白 这三分自白的理由 起诉都三个被告 那 除了这个以外就没有下证据啦 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刑囚 最后判决确定无罪的那根判决 认定不出 苏建伦确实是有遭到刑囚的 苏建伦确实是有遭到刑囚的 那另外两个共同被告 也有庞便刑囚 那法官最后没有认定的原因 是有证据不太够 但是各位都知道说 刑囚其实基本上是一种 判断的证据的事情 所以 你要问我说这个案子 三个被告是不是都会遭到刑囚 我的答案是 我会给你一个答案 就说我这回事啦 因为你很难想象出 警察在同一个分局里面 同一个办公室里面 就直辣出结果不大另外两个 这个其实是国际上 常识上很难想象的 所以 有行求的自白 这是唯一的证据 但当然也许你会讲 讲说 诶 他自白 对啊 有行求啦 他自白了 但是不耐感一定是清白的 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想的 因为毕竟在家里打小孩嘛 打一打一动 小孩子可能就承认 那承认可是假的 可是真的嘛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 那这样子 这种想法到底能不能够被接受啦 被现代人权的思维去接受 那是另外一个层次 我们想讲到那一遍 但是我们就先跟你讲说 就算你这样子想 以下的理由 你也可以考虑他们 要不要改变 这种可能不是 我们的这种想法 我们先来看看 他们的自白内容怎么讲 那这个 这三个人的自白 三个人的景区 都跟这一群的自白人家讲 他们说 当天晚上 我们到 因为王文晓 那个王文晓的弟弟要去当兵 所以我们晚上大家一起吃饭 送他去当兵 吃完饭以后 我们一起玩 打蛋子 打打撞球了 那时候有个蛋子 打撞球 撞球打完了之后呢 又跑去基隆 基隆的铁路街那边玩 铁路街就跟话去 然后就玩 然后再回来 后来就半夜了 半夜又回家了 各自协散 起先是这样讲 打了一个人家说 那他被那个 王文晓和王文晓的住宿的时候呢 那个王文晓说他没钱 因为他打电脑运输了很多钱 几个要钱 就换赌债 所以我们的商业之后 就决定去偷 去偷 他们住四楼 王文晓和王文晓的地方住四楼 就是偷他们这样对我们的美户 因为顶楼要可以从顶楼爬上去 再从顶楼爬上去 再从顶楼的那个 如果那种老的幻子 都知道 顶楼会有东西入口 再从那边爬下来 王文晓以前偷过一次 所以王教知道 我们决定自己偷 自白是这样讲的 那自白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 他们有点比较劲爆一点 血腥一点 好 这在座没有卫生 有小孩 我们可以讲 他就进了那个 那家人就开始收花财物嘛 那王文晓 王文晓顺手拿了 王文晓顺手拿了一把菜刀 王文晓再留下把握 就王文晓再加上苏建和 双银羞 牛饼 四个人 进了那个房子里面收花财物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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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屋主乎出的卧室里面 那时候半夜四点勾 大家睡得很熟的时候 摸进去了 他摸进去了 在黑暗中摸索财物的时候 屋主醒过来 那屋主一醒过来 大家就把手上 事先预备好刀棍 有锦棍 有菜刀 有拍身刀 有水果刀 把这个刀棍起一下 他刀棍起一下 弄得现场一片狼藉 然后呢 屋主的太太这个时候 也在那边拍 因为那先生被看 屋主在那边惊醒了 所以屋主的太太也 也醒过来 大家看她姿色不错 把衣服脱了 就来抢劫她 这是自白内容 是这样讲的 那抢劫她呢 她一边哭呢 一边哭 哭了哭 我们再砍她进去 再继续想见 有匪夷说实 这种自白内容 有匪夷说实 然后 等到事情完了以后 才会收发完了 我们就去 隔壁 有屋主卧身 有一个浴室 我们到浴室里面去洗脏 因为身上都去洗 每一个都去洗脏 洗一洗 洗一洗 都在里面 这个自白内容 那也是这样子 基本上 你判断一个自白 你不可以相信 更别看她的内容 先从内容 合理去判断 那你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内容 有几个不合理的地方 非常不合理 第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你会注意到 这个过程 是完全没有亮分 是在黑暗中进行的 四个人 站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再加上两个被害分 在一片黑暗中 做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这基本上就很不合理 因为 若照让我讲的 这个过程很长的话 隔壁 侮辱的 卧室隔壁 睡的是她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完全都没有被吵醒 也没有任何的邻居被吵醒 不合理 又见又杀又砍 那个 残绝症患的过程 应该很大 第三个过程就是 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 不是这三个人 就是这四个 这四个金属房间里面的人 有一个叫王文肖 他的家就住在被害人的队伍那边 要洗脏回家去洗 这上都是先回家去洗 故事可能在那边洗 故事可能就把我给你忘了 很难屈心 但是我跟你讲 台湾的爸爸就是这样子 自白的内容 除非你讲到说你是个小绿人 小绿人跟小猴子一起翻白 或者你喜欢小灰人 也不会笑 也不知道小绿人跟小猴子讲什么 不知道 听不懂啊老师 那个遗体是什么颜色的 电影遗体 不是太久了 不知道什么颜色 不知道什么颜色 外星人啊 外星人这倒是外星人 不知道什么颜色 对啊 有些外星人是灰色的 有些外星人是绿色的 你如果是被那个 那个什么 幽浮正配的书 有兴趣的话 你能描述外星什么颜色的 有些绿人是灰的 所以我讲小绿人 小灰的小红的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了 除非你的自白内容 今天我们会讲的是说 我是个小绿人一起办案 我这法官大概都会买单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自白内容 法官都会跑不留意 就造潮 所以一开始 那个起初书 跟那个买起初的内容 就是这样的内容 那 你会讲说 故事不合理 但是什么事情 都会不会发生吧 世界上什么事情 都会不会发生 所以不合理 也未必就表示政府 也有吧 你还是证明他们没有才可以 那请注意一下 几点 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些被告有讲说 他们在犯罪的时候 戴什么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现场留下一尾鞋子 对不对 所以这表示说 这表示说 现场是没有戴手套的 犯罪的 犯罪的那些死亡留下来 蛤 可是为什么现场只有一尾鞋子 只有一尾鞋子 只有一尾鞋子 另外这三个被告 中林薰 刘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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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尾鞋子 如果说他们在现场里面 待了那么久 在被害人 这个落室里面 待这么久 又监又杀 还收发财物 搬箱短贵 留下很多很多的职位 没有职位 没有职位 有时候的那个情形 直白讲说 啊 就临走之前呢 往我家叫我先走 把自己留下来 在现场插指纹 哈哈哈哈 我们直白是这样讲 那个 那个屏幕是这样讲的 好 在黑暗中 在一片血迹狼藉 那个 那个照片 现场照片都也有看 好 都是血 然后在黑暗中去插指纹 好厉害 更厉害 更厉害的是把别人的纸都插掉 就留进被自己的纸 放在房间的身上 那样子 那个塑造台的柜子上面 好 一枚薪水袋上 一个薪水袋上 一个薪水袋上 有这样的插指纹 没有什么 留在现场的标是什么 在现场就像 好 好 第二个 他们讲说 我们在现场 行修完的话 我们就跑去行商 我们就跑去洗漱 在被害人的卧室里面洗漱 卧室旁边的浴室里面洗漱 好啦 四个大男人 在轮帆地去洗的话 那个浴室里面 想要不要喝水吧 洗掉话喝水嘛 对不对 我说 我这段下来是搞不懂的 那个是人家家里面 你连热水的开关在那边 我不知道 然后你就在那边洗漱 然后你明明对位 就是你自己家里面 去洗热水 为什么要在那边 因为你们要注意 那个案发的时间 是十二月份的深冬 是冬天 大冬天的时候 四个大男人就洗五水 那水长洗完了 那应该不多水吧 现场应该保证会 没有血迹吧 因为冲完了水 那么多水之后 现在再有血迹都冲掉了 那洗澡的时候 我们多多伤不掉什么 头发 不是头发 就是这个头发 就是这个头发 正常是 这边头发吧 结果现场 第二天警察到现场 看到现场是什么 浴室干干的 浴室干干的 地盘是干的 但是在洗手台上面 浴室中间那边洗手台上面 有水机 然后洗手台上面还滴着血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这个现场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行凶的那一个人 到了浴室 但是他没有洗澡 他在浴室里可以洗手 他洗手就走了 所以洗手台上面 会留下一些血迹 请问一下 那个血是谁的 那个血是谁的 他可以验DNA吗 没有验 没有人知道 当时还没有DNA技术 是吗 那是平过80年的案子 那时候还没有DNA的监定机制 那个房间多大 几匹 几匹 我是忘记的 但是很小 非常的小 为什么这个案子 书案 这个案子一开始 承办律师不相信的原因 也是因为那个房间非常的小 对 那个李昌毅 在重新鉴定的时候 他有 他也说那房间非常的小 他也可能像他们这样 刑凶的过程 好 那你们刚才有讲的 好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警察去现场 因为地板是干的 可见是没有送过水 因为他们讲的行凶事件 差不多4点到5点之间 清晨 就清晨 4点到5点 不然 警察什么时候进去的 那天早上 小孩子知道7点多 因为妈妈没有来 叫自己醒过来 他很奇怪 因为妈妈平常要叫他上去 所以他就起来有个胎子 敲到妈妈的胎子 敲到妈妈的胎子 撞不开 妈妈的被堵住了 妈妈的被堵住了 被什么堵住了 被什么堵住了 因为他们离开现场的时候 被害人还没关系 被害人曾经想要爬出来 但是爬到门口的时候 就再打不动 所以满地都是寻 OK 好 然后另外 就用那个住在附近的大坡 好 来 来 狀態 8点不得了 好可怕 那时候大概讲到8点 好 所以大概是5点多 重过水之后 假设是会洗澡的话 5点多洗完之后 到8点 而且又是冬天 幸福那个地方又吵死 因为不可能没有道理 不可能说那地方就是干的 要回到我要讲 这个毛发的问题 警官后来在现场 有踩 踩起那个毛发 有踩到 有踩到 你在水管里面踩到毛发 好 并上也要踩到毛发 谁的 我能够是被害人家的 没有一根是他们的 好 没有一根是他们的 那你说他们也才会写照 好 好 所以 那个是白的内容 就这几个 就这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千床白的 不是千床白的 这个案件基本上就是 除了自白之外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所以他们有犯 没有凶刀 没有血液 没有凶刀 也没有血液 没有凶刀 到底是谁办 血型跟DNA进行是不一样的 因为A型来讲 在东方的里面 日本的 日本的里面 A型是占六成以上 那如果是汉文的话 是O型占六成以上 所以那个很难去核定 而且当时 当时也 现场都是血嘛 是谁的血液很难 很便 那那个凶刀 所谓的那个 你可以把凶刀 在现场里面看到 因为王文像当初一开始 一开始 不知道讲的是 我会一个人翻案 我一个人翻案 警察不想一看一个人翻案 你一个人可能杀到两个人 而且那个男的家属 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壮 哀很壮壮 是做主重工作的 你一个人可能杀到两个人 杀到一个 他太太 他太太 那倒是一种 直觉的推论 在势力上不必 但是就是因为警察不相信 所以刑求他 然后也威胁说要 半导妈妈 因为他们就是在背影 他又要 紧张对待有些威胁 就在半导妈到窝藏 窝藏盗匪 那个时候是借以 实际上建筑的 也有一个 窝藏盗匪 里面窝藏盗匪是一个罪 谁是窝藏盗匪 他就是窝藏盗匪 他是窝藏盗匪 对 抢盗杀 他不是窝藏盗匪 那个罪有不重 所以这是交换 那我相信他们要咬 这个案件他们是睡觉 被咬起来的原因 这样子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像那个 就叫做她是窝藏盗匪 那你说这个窝藏盗匪 有没有可能 犯下这样的一个罪行 我认为是有可能 为什么 也好比到一个问题 他正在刑窃的那种事 半夜四点五的时候 心生四点五 那时候睡得正熟 睡得正熟 睡得正熟 我清醒了 而你是沉睡 那你突然被我 我搜索东西的谁 下心过来 你醒过来 他搞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你爬起来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想想看 在黑暗中 一定是黑暗中 不会是开门的吗 在黑暗中 这个时候 突然 哐当 一菜刀砍过来 会怎么样 偷袭珍珠岛嘛 那日本偷袭珍珠岛就这么一回事啊 对不对 你有再强大的实力 你也无法发挥 发挥出来 因为你第一集就被祈祷了 第一下就往你头下砍下去了 对不对 第一下就砍下去了 你接下来怎么阻止你的抵抗 就是一摔打 一摔打 对不对 你越比方他砍越多下啊 他有武器你没有武器呢 他被砍了几刀 没有人知道他有砍 被砍了几刀 进夜市报告箱说 两个被害人 总共是77刀 但是我跟你讲 从法医的观点来讲 从法医的观点来讲 这个77刀 这个数字是很一样的 夜市77处刀上 不代表砍了77次 听得懂吗 我这样一斧头下去 一刀下去 我往不老林先生这边砍下去之后 不老林再往后退 我先砍到他的头 往他脸上劈下去 再往下 这样子知道 几个道上 两个三四个油刀 可是他可以看那个轨迹就知道嘛 那不一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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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啊 床人床以外 只有 屠柜 那你不想说 后面的一些科学证据啦 最后真正的科学证据就是 后来只能找医草原来重新建立 因为法官就觉得说 我之前都太有罪了 那我现在要放两虎 我们最后真的是 有一个让我们的幸福的理由 那律师团在这边想到 最后就只好请李昌玉来检订了 就拜托法院去找李昌玉来检订 那法院外来做的那个检订报告 李昌玉外来做的那个检订报告 他就认为说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比较大 最大应该是每一个人 我大概是四个人 那你说李昌玉是 法官怎么批判这个李昌玉在这个案子里面 法官不来用嘛 最后判决五罪的主要的理由 就是李昌玉的检订 但是当李昌玉公布他的那个调查报告的时候 法官寻起反对 没有啦 法官没有寻起反对 对啦 我看到这样子的反应 检订报告是反对啊 是检订报告 是检订报告 不会公开去讲这种话 这什么时代啊 李昌玉他是有血迹藤检的 这种这一门专门的学问 去断立现场是有一个很大案 没有多的很大案 因为讲一个最简单的 我想细致的部分我也要讲得清楚 因为我毕竟不是新事件事专家 李昌玉琳的那个讲法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 我砍你的时候 就会噴出来嘛 对不对 又要噴剪 血迹噴剪 那他从那个现场的录影带看 看得很清楚 因为那个警方刚出去 去现场 拍到警方给拍录影带 现场的录影带 他也拍下来 可以有一个完整的犯罪现场 他就发现说 那个被害人的床屋前面 那个床端上面 那血迹噴剂被一层完整 每一个角度都有弯剑 每一个角度都有弯剑 那这个跟自白所讲的 四个人围住被害人 刀对齐一下 讲法什么 因为像这样 如果我们 你在中间 你 他三个人一起砍他 这一砍下去 血迹噴剑在什么地方 在人上 身上 身上我 身上我 那后面的那个墙壁啊 后面的墙壁 家居跟床单 那就不知道 对不对 如果是行中过程是这样 但他发现一个 血迹案 四周的血迹 墙壁四周 加上床单的血迹 背着什么都完整 所以他认为说 从这边来弹化了 比较支持自己的案案 然后那个背案 一边 一边低调 一边散很多 然后一直喷 这边喷 那边喷 这边喷 这是李昌悦的建议理由 这一点 当然也有这个理由 所以我想大概 这案件还蛮复杂的 中间还包括对于 解放证据的底部 但是我想我不需要在这地方 第一次寄出 你要问我的 我给你个角度 我认为基于刚才那些理由 不是他们做的可能性最大的 应该是这个王文校 一家做的可能性最大的 因为我们都不是神 我们只能够相信我们眼前 看到的证据 告诉我们的事情 然后保留一些 将来更正的空间 就是这样子 好 我还有一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 连王文校都是被栽赃的 因为你说在黑暗里面 他去插 结果插了剩下一个 在信封上的 他的完整的指纹 这个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吧 所以 唯一合理的结果 就是没有插指纹 对 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可能 他是一个替死鬼 他是一个小弟 那这个 这只是我的想法 因为我听你刚刚讲 我觉得在 因为有些人 就是 就是 他 我不知道他是 为什么 被盯住了 要杀他 但是他要找替死鬼 那就去买通一个人 叫他来做 有没有可能 我不知道 王文中在帮他把风 所以他们两个兄弟 就是承认说 确实是 王文中也一直喊冤枉 王文中也一直喊冤枉 那 你刚刚讲的 王文校是不是冤枉 这件事情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替死的 王文校是不是有可能是冤枉 替死鬼 或者讲说 Anything is possible 但是我们在法律上面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有罪的时候 从证据上去看 那这个证据 从证据上面去看 就不需要去问一个问题 证据够不够 他这个标准 他这个标准 在我们的法律上面 有一个标准叫做 超越格林华语 你们看见一个 好莱坞的电影 太习惯了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好 这些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华语出现了他们 好吗 好吗 好吗